AくB 主題 哈囉大家好 歡迎來到我們的外送美食開箱 今天要來開箱 又是我們的冰火菠蘿油 我覺得阿 我應該是開完這個外送美食之後 我就會變成愛吃 寶祭的一些小吃的達人 那我今天開下的這間叫做 楓茶祭 對 然後我有點這個叫做 午餐肉蛋菠蘿麵 菠蘿包 我覺得這個真的還蠻酷的 因為呢 通常在台灣比較常吃到的就是 冰火菠蘿油 然後呢 因為我上次已經有開過一個午餐肉了 然後發在這邊 大家有興趣可以看看 那一間港式也是很特別 它也是有午餐肉炒飯那些 那這一次是午餐肉的菠蘿包 那我就來試看看好不好 我們來試試一下 然後呢 它本身會附一個飲料這樣子 然後一樣是點我最愛喝的凍檸茶 讚讚 好 那我們來試試一下 喝一下 有點渴 首先呢 先點評一下它的凍檸茶 我覺得以凍檸茶一樣 我個人最喜歡喝 要甜不甜 的這種感覺 原因是因為它不會特別的甜 而且整體吃下去不會覺得 喔 想要再喝完飲料還想要再喝水 那我來講一下這個 我覺得這個菠蘿包很特別 是因為它你們知道午餐肉 本身就是一個很鹹的東西嘛 但是它用著上面的那個菠蘿麵包 它上面是甜的 所以你知道甜的加鹹的就變成甜鹹甜鹹 這種口感 一般來說你在吃外面的東西也會覺得很奇妙 可是呢 在菠蘿包 我覺得真的可以耶 就是 很特別耶 就是在台灣比較少吃到的東西 我覺得如果你喜歡嘗試 你蠻喜歡這隻午餐肉系列的 那我覺得你可以點看看這個 然後呢 它本身也有原味但我沒有點嘛 所以呢 其實我還蠻推薦各位吃看看這一間 港式的菠蘿包 對 然後它的飲料也不會非常的甜 所以以整體來說我還蠻大喜歡的這樣子 好 那這就是我們今天的開箱 如果喜歡我們的今天的影片的話呢 記得按讚訂閱分享還有開啟我們小鈴鐺 記得追蹤我們IG就這樣子 掰掰